今天是8月19号 埃古今天走势让人非常之纠结 让人非常之失望 那我就问一下 今天盘中一度占上了2900 你的账户是升值的还是亏钱的 说真的这种环境下非常之难受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参与这种市场 在盘后有三个朋友问我 银行板块涨得这么好还能不能追 银行板块最近又开始了狂飙模式 那他会不会继续大涨呢 那如果银行板块继续涨的话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低位的一些好票割掉 去追高呢 这里我提醒广大的朋友们 不要着急不要慌 如果你把低位的优质筹码割掉 再去追高高在上的票 你很有可能又上当站岗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啪啪啪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手中拿的票不涨 看到又不敢买 结果他天天涨就比说这个银行 有几个人跟我说这个事 这个银行板块前几天我看到调整下来了 我看到跌下来了 好想去抄一下 好想去买一下 但是就是不敢买就是犹豫 结果的那个票 对吧 又涨了 你看银行板块连续三天上涨 而且连续三天放量了 对吧 那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事 首先你得明确知道银行板块为什么会涨 我在前面视频段重点讲过 后面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不知道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银行板块涨 无外乎就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安全 买银行板块真的很安全 为什么大家知道 今年以来我们的中国股市出了很多问题 造假上市退市的 市值低于一块钱 退市的 市值低于三个亿退市的 面值低于一块钱退市的 你看看是吧 但是退市后关键是什么 股民没得赔偿 这个就是股民买单 所以很多人买股票都心里有一个阴影了 就怕买到那种什么退市票 所以大家买银行股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那么买银行股的 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它是有高股息的 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 不管是股市还是其他的一些市场 这个钱都不太好赚 是吧 都不太好赚 以后呢 银行它有高股息 买银行几乎是是吧 每年都会翻红的 所以这个钱是什么 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很多人大资金去什么去买银行 赚在高股息 另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国家队在买 因为我们的A股 现在唯一的大多头 只有国家队 其他的都是什么 其他资金啊 大资金啊 都是什么 都是多空 双方的这个什么平衡的一个位置 大盘好了 他就他就做多 大妈差了他就做空 只有国家队 目前来说是什么 一直在护盘一直在买买买的 所以他是当下最鲸挺的买入者 再加上这段时间 这几天又出现利好 社保基金要买入我们的一些什么 一些股票资产长期投资 长期持有 所以你看银行板块这种什么低估值的 这种优质的资产 自然而然就成为了 这些大资金爆弹的对象 那问题了 银行板块 又涨了 那万一明天冲到这个高位怎么办 你还能去追吗 我前面说了很多次 你要板块 前高附近可考虑减仓 但是急跌到下面的低点支撑位附近 可以不够反出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调整的过程中 这个去参与去参与的 这里拉起来到了明天的高位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减仓或者落袋的 但你在这个低位没进场的明天再涨的话 到前高附近要去追高的 还是要保持小心 保持谨慎 尤其是很多人近期他持有的股票 是属于低位的 在什么 不涨的以后他就割掉去追高 这里也有几个人跟我说这个事 哎呀我持有的是证券 但是证券股就是不涨 还亏着还套着 套了几个点 我要不要割掉这个证券去追高银行 明显的证券比银行差了很多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你只看到了银行板块涨起来了 银行板块在狂飙 可是你没想过证券板块 它的位置 证券板块的位置 你看 我告诉大家证券板块这个位置是 在几年的一个大底 而且证券板块的估值 明显的也是在历史的底部 这就重点 证券也是在历史底部 凭什么不涨 其实就不得不说我们市场资金 国家对暴团的对象 现在是银行中特估 证券没有成为它标的 所以它涨的比较比较慢 或者说它没怎么动 但是你也想想 如果哪一天 我说哪一天 银行板块狂飙了 飙了高位了 资金这些所谓的暴团资金 直接高位出货了 高位砸盘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毫无疑问 资金不会回流到低位抄底吗 抄了个底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割掉证券 去追高银行 你觉得靠谱吗 我反正觉得不靠谱 如果你资金多 或者说你资金分仓 倒是没关系 我留一部分资金来抄底证券 留一部分资金去追高银行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短期思维 我倒是觉得策略 这个施入是没问题的 所以朋友们 在抽策券板是一定要注意这细节的 如果你节奏不对的话 很容易亏钱 你不要仔细看到银行在涨 其实你还在涨的过程中 风险在不断的加剧 对不对 有句话怎么说 没有一直涨的 也没有一直跌的 当银行板块涨到高位的时候 就会出现怎么获利盘 巨大的获利盘 那么巨大的获利盘出逃的话 那你想想这些资金会流向 流向低位的不涨 那更好你把低位的一割掉 去追高的高位的 这高位又站稿了 这个节奏的思路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在今天盘后有几个朋友问了我这问题 我能不能割掉低位的证券 去追高银行 我能不能割掉低位的中枝头 去追高银行 好一说起中枝头 也是分块厉害 你看中枝头今天虽然说上涨了 但我告诉你中枝头有些是还是在低位的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中枝头该怎么去看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中枝头它分很多行业分很多板块 我跟他说过 前段时间涨的最好的是什么 中枝头里面的什么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海油 中国石油这些 对不对 那这些我问你他高不高 你看中国中国移动 你看他位置高不高 其实他位置是吧 这段时间调整下来 那么在短期 他可能会有一个抽跌反弹的走势 但是 你看他中长期的位置 这段时间的话确实是什么 属于一个小幅度调整 所以后期他很有可能再创新高 但是你还敢轻易的去追吗 万一哪天顶不住了呢 从市值和规步上来看 我觉得中国移动 还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这种的话 越往上走越往上走 压力越大 这个风险越大 如果是我的话 你问我怎么操作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60千均价线 60千均价线附近 拨一个反抽 倒是可以的 可以理解的 但要是他涨到高位附近 你还敢去追高吗 你还敢去追高吗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中途头的低位估值 以后低位的股票做轮动做潜伏就行了 你看明显的 以中国保险业为代表的相关品种起来了 还有以交 这个大基建为代表的相关品种 你比如说像这种 还记得吧 我前几天讲过的 我说像这种基建方向 它适应的目前在6倍左右 也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什么 帮我们第一观众从支撑位去潜伏 那么你在这种支撑位去潜伏 你觉得有问题吗 对不对 还有 中车里面的核心 科技里面核心是中国中车 大家看一下 中国中车今天涨了5个多点 高开直接狂飙 那如果你在前段时间盯紧中国中国车的 是不是获利呢 是不是赚钱呢 这就重点 所以我们的核心资产 它也是在是吧 除了5大行吃饭 其他一些品种 它也是什么 属于轮动了 涨高了 他就调整一下 以后低位的又开始轮动补涨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找低位的核心资产做补涨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 最怕的是什么 高调低位的去追高高位的 我记得在前几天有个人跟我说这个是 他是什么 他说这个票 这个叫中心通信 中心通信的话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运营商 也是属于移动通信这一块 结果他跟我说 太惨了 我说什么 前段时间不是中国移动涨吗 创新高了吗 我就我看中国移动那么高 我不敢追 我就想着中心通信 他也是属这一块的 他位置还是属于低位的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追了一下 在这个位置追了一下 结果这段时间跌套住了 回来十来个点问我怎么办 现在要不要勾 你看看说的这样子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讲什么 我讲你在操作上面 是吧 不要在高位去去顶高位去追 你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参与追高的话 这一步调整下来 你看你是不是操作 但是你问我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去布局的 能不能去潜伏 我倒是觉得这没啥问题 所以朋友们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这细节 节奏很重要 在这个位置追高的 现在是非常难受 但是在这个位置抄底的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是什么 都是比较什么比较平静的 不会慌的 这就是重点 所以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点就是什么 中指头里面的一些核心 标的 那如果最大时间调整到对位了 我们宁愿去什么 去低吸这种 在底部的 不应该再去追那种高高站上的 朋友们 这个策略这个思路是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要重视的 好我讲了这么多 这些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关于这个大权重方向的 这大权重方向 我每天都跟大家讲 但是因为每天的这个变化不一样了 对吧 每天的股市走势都不一样了 总有人问这个问题 总有人问那个问题 但是我们综合来看 不管是中指头 银行还是什么正确 我告诉大家 调整都是机会 银行调整了 打到下面的支撑位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跟踪 你看银行 打到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可不可以去 打这位置可不可以去 打这位置可不可以去 我都没觉得没问题 我记得有一天也是这样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有人跟我说了一个事 哎呀 我在六合均价线支撑银行 结果亏钱了 我要被割掉 在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 第二天 马上就大跌了 马上跌了 跌了他当时亏的不多 也就亏两三个点 两个多点 他们我要被割掉 其实我跟他说的很清楚 60天均价先被试去做个低息 短期割掉也可以两三个点没毛病 但如果你不割的话 也可以等他拉起来 冲到高位去跑就行了 你想想 如果你在这一天割掉了 第二天马上就一个什么 一个反暴板 你是不是一个反暴 你是不是就就一门死了 你是不是就非常的纠结 所以这就是重点 朋友们记住这些细节 我们回到盘面 回到收场 哎那能不能割掉 奇才股去追高银行股呢 你想想 我们的题材股 现在是低位还是高位 整体如果我们的奇才股 都是在低位 低位 对不对 银行股在高位 那如果你割掉低位的奇才股 去追高银行的股票 那万一是银行股高位调整 我们的题材股再次爆发 你该怎么办 你怎么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分仓 如果你不会分仓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盯着主线也可以 目前市场的核心 在哪里 科技汽车家军工 但是它涉及到的行业也比较多 也是属于一个分化的行情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强调的火都回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钉死了他就行了 华为干领 华为干领今天所以说是什么 是方律的 你看冲高回落方律的 那我告诉你 钉死他就行了 还记得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我讲什么 这个位置华为干领 没有必要纠结 他就是属于一个震荡 在这种过程中 你找机会潜伏就好 找好票潜伏就好 但是华为他也是轮动的 就比如说 华为今天有多次票涨停 对吧 但如果你看前面涨20厘米的有5只 涨到10厘米的有一大片 那你发现有没有特点 有没有特点 好 我告诉你特点是很明显 今天华为板块有些票上涨的 涨20厘米 它其实是什么 是属于叠加提产 例如四方金创 高伟达大发表 你比如说高伟达四方金创 他今天涨那么多 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是因为今天的跨境支付爆了 所以他们是什么 有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这一块 你看看不就出来吗 对吧 好 我们还要注意 还有一些老的一些人气票 一些 一些票也是值得要注意的 四川传红去年表现很强劲 你看 这个位置什么位置 刚好达拉利亚 不就是个低点支撑位 你看 所以这种博弈超级发展有没有问题 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朋友们记住细节 关键是这种票在前期出现信号 还记得我在前面讲过的吗 中长期下跌 你后来出去放量了 拉了怎么办 不追不追 缩量回踩 缩量回踩 看这里 可以潜伏 一旦他出现什么大阳线拉起来 那么我们就在这大阳线拉起的过程中 随时准备跑路 随时准备撤退 这个节奏就是撤退 这输出不出来了 所以朋友们记住这些细节 从市场反应来看 华为板块今天也多次要涨停 要我们要盯紧他去做 做低位的补涨也可以 但如果你能力强的 去做龙头股 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不能做是吧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除了华为之外 那还有什么 你看这里 能工智能 这个也是我重点讲过 天天讲过的 说他策略他失度 跟这个华为一样的方向 还有什么 新轮车 新轮车这段时间也是什么调整 同样的一个原理 他跟华为一样策略 你看他在底部震荡 对不对 底部震荡 那么我们在底部震荡的时候 潜伏进去 或者找一些我刚才讲的 有这些什么 下跌过程中 出去放量的 你要缩量回踩的 我找接票 潜伏进去 后面一拉起来 一出大阳线 我们不就获利了吗 我们不就出发了吗 是不是 这个节奏 这个失误 就没有问题的 朋友们 要注意这些重点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A股现在是走极端 以银行为代表的大选择方向 资金 尤其是大基金 大资金 货团严重 那么没有大资金 光与度的那些所谓的小板 小票 对吧 就表现很差 其实我们的市场 你现在看 他成交在5000多个亿 5000多个亿的话 在这个市场里面大多数是谁贡献的 我告诉你量化 国家队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大基金贡献的 散户在这个位置 买的人是很少的很少的 所以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我们学做的是什么 我们学做的是等待 中特估以及银行 这些 大家伙出现什么 出现明显高位分化时候 那提债股的机会就来了 那如果你 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也告诉你 银行股涨高了 涨上天了 你不敢追 那么与之对应的低位的保险 经济钱了 保险可不可以潜伏 那保险潜伏 证据潜伏 有没有毛病 我觉得没有毛病 所以朋友们 不要看到这个市场 哎呀 是吧 银行涨了 我就天天心里痒痒的 我就想着天天把我低位的票割掉去追高银行 我告诉你 银行板块 我除了五大行 其他的票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 你仔细看 是吧 这双 这户龙商行 在高位最近去的这一波调整 这一波调整 你是不是亏损 是吧 你是不是亏损中 你看他现在还没到高位 不仅是他 输龙商行到了没有 是吧 还有一项无期银行 还像奇鲁银行 他都没到这个高点 只有五大行 五大行 大头冲 当然 当然 与之相关的一些品种的话 最近表现也不错 所以我们要做的重点就是什么 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到这个钱高 你去追高的话 尤其是像这种你在高位5块多追高去的 5块7块多追高去的 你现在心情真的不太好 不太好 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在这个银行拉高的过程中 钱面被套的要怎么样 要考虑逢额检查从逢额撤退 大型银行尤其是五大行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什么 以短线示威去看他 比如说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的话 这段时间是什么 表势的上涨 那么你看他有个特点什么特点 还没有 那几天股价都是源着5日均加线上涨 那么我们就盯着5日均加线 做个短线 短线什么意思 就是他能够守得住5日均加线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直看 看多 但是他这5日均加线守不住了 那么该车退下这个退 该跑路不该跑路 这个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相比起银行板块 其他一些低位的好票 我觉得空间会更大 不可能老是涨银行 银行涨上天的其他板块不动 这个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时候未到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好票潜伏就行了 再次准备